还有对于高端的护航 现在问题来了 打不完该怎么办呢 政府会负责吗 这些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买来的疫苗 高端疫苗接下来必须 可能如果你要出国 你就要面临打四季 陈时中昨天就一句话 不然要怎么样 结果就引发众怒了 今天又被媒体反问 他居然又回向说 我不知道有炸锅 可以看得出他的态度有多么的傲慢 那么高端疫苗的施打率 明明就只有三成 那这代表什么呢 超过七成没人打 三百五十万剂的疫苗 打不完要嘛就是放到过期 要不然就是被销毁 蓝军就大骂 这就是把人民的纳税前三十亿 丢进水沟里 高端疫苗打气奏降 打不完又送不掉 难道三百多万剂只能销毁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数字 高端十一月十八号接种人数 第一剂只有三百五十三人 第二剂也不到千人 统计目前全国打高端的 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二万人次 换算购买了五百万剂高端疫苗 接种率不到三成 代表将有超过七成 约三百五十万剂疫苗 打不完放到过期 要被销毁 至少浪费三十亿元 人民的纳税前都丢到水沟里 不做三期实验 直接跳这个桥接 也是你 然后人家才在第三剂的实验 你现在已经要打四剂了 也是你 你都走在全世界最前面 我们真的那么厉害吗 还是乱来 民营党不按照科学的标准结果 造成七十几万人 等于要重打 白打 各种护航 各种炒股 我想庆祝难输 这也说明了民营党 为了利益跟为了权利 资料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网友看了怒呛 让监察院长睡着了 没人下台负责吗 狂酸二期没解盲 就完全到货了 好厉害 四十亿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等着被销毁 难道两百五十万人 都升不出来 在党立委痛批 高端打不完还照收获 陈时中却只说 照着合约走 不被世界承认 闹出打四季的国际笑话 还这么呛 要不然要怎么样 不然你下台了 不然怎样 蓝军全炸锅 但时隔一天 陈时中仍这样回答 我倒不知道 有什么样的炸锅 我说那是不是 有更好的方式 能够来处理这问题 蔡政府一路护航高端 到头来必须打四季 领先全球闹笑话 眼看打不完还收获 根本是浪费公帑 记者牛程 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面对高端引发质疑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陈时中先回应说 不然要怎么样 那就引发大家的讨论 今天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酸说 陈时中就是 一匹天下无难事 匹是匹子的匹 那么指挥中心 要道歉的事可多了 不差这一环 这也是我们内心的答案 不然你要把它怎么样 他就是一匹天下无难事 所以你觉得 指挥中心是要道歉吗 我跟你说 他要道歉的事太多了 不差多这样 我跟你说 一开始 这个给立法委员去骂就好了 其实这个陈时中部长 他一直以来的疫苗政策 都相对来混乱 上个礼拜我们在卫环委员会 针对这个高端后续的 处理方式的咨询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他态度确实是非常的傲慢 而且甚至就是真的是 好像一匹天下无难事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甚至认为陈时中部长 最近的情绪控管 确实要再加强一下 不会啦 他EQ很老 真的吗 我最近不觉得 其实那个 我跟你说 这种我们在一切人都知道 这个EUA都 二期都还没解盲 EUA 那我就直接就买 就直接买500万剂 然后不管要打多少 就直接下订单500万剂 他如果用这种精神去买BNT 买 甚至买AZ 早就问题解决了 这个 这个 又留给历史去评论了 我跟你说 我们早就知道一定是这个局面 因为 没有 这个就是 不见得说那个药没有效 我也不认为说那个药没有效 可是国际 这场就是 国际认证嘛 所以就好像 我跟你讲 有的密衣 艺术还不错 问题就是没有牌照 这同样的道理嘛 所以你觉得高端是 有效没效 我认为会有效的 但是安全性还不太清楚 至于混打 那根本不知道 因为 跟他最接近 最接近的是美国的Novafax Novafax都还没上 EUA还没上市 所以 常常是这样 当我们做算 我们比美国还厉害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是真的比美国厉害吗 还是 还是我们就是便宜行事 好